大家好,歡迎收看ET講股通,我是孫雲喜 今天點題是螞蟻與大象 先講講市場情況,今天市場相當反覆 早段受到美股下跌的拖累 曾經上半場跌過300點,但好後跌幅慢慢收窄 尤其是下半場後收窄幅度愈來愈多 最後全日跌130點,算不錯 收24777點,成交1305億 今天的市場早段跌,主要受到內地金融股的拖累 包括受險以至內銀都是下跌的 其中建行跌3%有多,有幫亦錄得比較大的跌幅 不過幸好騰訊,今天升20多元,4%有多 去到585元,加上匯豐都反抵 即是翻身做主人,今天升4.8% 令市場跌幅有趣,大為收窄 全日是131點 整個市場,剛才提到182點算不錯 為何說算不錯呢 看看這個圖,你就會覺得算是這樣的 為何呢 這就是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走勢圖例子看到跌幅 跌650點 昨天 盤中跌幅了接近1000點 因為見過27300點的水平 成千點的跌幅 最後跌幅叫做收窄了 但跌了650點 形勢真是租高 納指也不少 都有189點的跌幅 這樣跌下去整個形勢 看起來非常租高 不單是港股,美股 以至全球股市 都有可能受到 美股跌勢拖累 記得上星期一 已經美股大跌了 這次跌的原因是什麼呢 兩方面 一方面 疫情再次暴亂 美國也是 歐洲也在 美國 不斷暴亂 幾萬幾萬 完全沒有跡象停下來 而且 白宮幕僚長還說 我們已經不會再控制疫情了 有些意味就好像當月 早幾個月英國的說法 就是群體免疫 有得去爆了 就是國安天命的意思 疫情不斷暴亂 就說不會怎樣控制 整個形勢是惡劣 加上歐洲那邊 疫情跟美國相比都可以說難興難遞 法國不是很多人口 幾千萬人口 都幾萬個確診一天 德國就做上一波 叫控制得比較好的地方 都是 慢慢地去 意大利更加都是 慢慢地去 整個疫情非常嚴峻 現在擔心歐美的經濟再次可能封鎖的機會大 加上 自然就令整個股市 歐洲 以至美國股市都跌到 亂晒龍 而且 你看看技術走勢 這個就是杜瓊斯公平均指數的圖 你看看走勢 看起來也是一般的 一方面 你看到這兩個綠色的箭嘴指著什麼狀況 就是所謂的雙頂 先做了雙頂的格局 接著 先跌穿了五十天線 就是這條紫色這條 接著禮手 一天之間再跌穿了這條綠色 這條向上上 這條叫做上升軌 一天之間 一起失守 五十天線和上升軌 跌到一百天線 剛剛勉強守得住 但是始終全日都不能上升軌之上 更加上升軌之上 換而知 中線走勢 就轉弱了 單體未估的走勢 就好不利 這是杜瓊斯公平均指數 以至納斯打指數 都是一般的 當然納斯比 導致好一點點 雖然它都有雙頂 看到綠色箭墜至雙頂 慢慢反覆向下 但是 昨天 輕輕穿了五十天線之後 叫做發上去收市 換言之 五十天線是失而復得的 不算太糟糕走勢 相對 到指來算 但都是有些轉弱的態勢出了 特別是 一度跌穿這兩個前浪頂的支持 之前是阻礙的 跌穿了之後 變成支持 一度跌穿過 後來雖然反覆上去收市 但是 都多少顯示 那個態勢弱了 所以單體美股的情況 恆生指數今日 跌130點 算是難人可貴 而且 與單體美股 好像後市都有一些 牙煙煙 危危苦的態勢 只是看自己 的狀況 以至看美匯的情況 就未至於這麼悲觀 首先看美匯 美股不多 美匯的走勢都是弱弱的 紫色這條線就是五十天線 穿了之後 一棍跌穿之後 到現在都上不回去 中線仍然是偏弱 加上綠色線 就是下降軌 中短期的下降軌 一直 美匯指數沿著下降軌落 換言之 美元維持弱勢 加上 最近 大媽薩 老老續續 繼續暢談 美元 包括貝羅德 說美元會繼續跌 不論誰上台也好 11月3日 美國總統大選 不論拜登也好 特朗普也好 誰上台也要下降 薇達利奧 即是達利奧 喬水的創辦人 也是 看淡美元的走勢 比較長線 大媽薩紛紛暢 美元的走勢還是繼續弱 美元弱 對港股來說是好事 因為 通常美元弱 資金流離新興市場 所以 今天看到外面的大巷說法 其中 大摩 現在是時候 鎬煙 全放進去 新興市場的資產 特別看 幾個新興市場的貨幣 覺得應該鎬 大重 所以 整個形勢對新興市場 是有利的美元 所以這個角度來講 港股未至於 太過糟糕 加上 這兩隻重磅股的走勢 都是值得期待 首先當然 最值得期待 就是騰訊 騰訊 今天的狀況是不錯 升二十多元 固執也不錯 整個走勢圖來講 亦都是配合整個形勢 其實之前的節目 已經是提過這個狀況 記得這天的時候 突破了騰訊 突破了這個 叫做長方形的走勢 500元至564元 當時我的預測 騰訊已經是幾隻 新經濟股來說是最值得看好的 因為突破了重要的關口 照兩招股 到600元以上 620多元 然後牛皮一輪 終於發射了 一棍牛上去 成交 顯著增加 4% 加上配合消息 消息就是 螞蟻 螞蟻與大象 就是螞蟻 螞蟻招股 為什麼螞蟻和 彈訊有關係呢 螞蟻招股出來的 現在 一手 4000元左右 根據計算的估值 大概 3萬億港元 3萬億 3億股之前的數字 勁抽 據估計 一上市之後 在A股來說 就沒有人夠勁 即使在茅台 吹得那麼勁 現在如果猛一上 就會打低 成為 A股的一哥 這個已經在數字上 很勁 更加勁 就是 股值 比之前預期更加高 之前 沒有預期那麼勁 現在 這麼厲害 騰訊 騰訊的金融科技業務 跟螞蟻 是很相似的 大家看到螞蟻的估值那麼高 立即 就調升 騰訊的估值 預期 現在 估計 騰訊的微信支付 下一支金融科技業務的估值 有些估計是18億 有些估計是2000億 有多 說的是美金 所以 亦是不惹小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騰訊就受消息刺激 加上 他快要公務業績 大家對業績 又很期待 所以 騰訊今天爆上 在騰訊 今天爆爆之後 有可能延續 之前突破長方形走勢的升勢 向他量度升風目標準發 這就是騰訊 有助港股的走勢 加上 匯豐 約了很久 今天 有些東西看 有些反底 有些翻身 無論如何 你看到 在技術上 是 起碼突破了兩個關口 一個關口 就是這個 今天正式破了 前浪頂的阻力 之前 當作是長方形的 這兩個綠色箭咀 形成了長方形的走勢 或是集區走勢 終於突破了 另外 就突破了這個 這個 就是前浪底的阻力 這個浪跌來彈 一旦又落 這是一個重要阻力 特別在你見到 之前試過兩年 迫近都不能夠穿 顯示 32元左右 是一個重要的 單人是住宅的位置 頂住你的好友 現在 一舉升穿了 發到上去 迫近 就100天線 整個走勢 是偏強的 雖然普遍市場人士 比較體淡 但是技術來說 也是OK的 而且 業績也是有交代 幾樣東西 都是叫做英俊的 譬如 今次業績是升預期 升預期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信貸撥秘 比市場預期為少 成本控制 比市場預期為好 加上 市場相關失落 又比市場預期為好 所以今次業績 就好了上去 而且 資本 充足比率 是OK的 顯示財政實力很強患 財政穩健 資本充足 所以 現在 剛剛適逢英良銀行 說可以 給銀行 再次派息 所以 匯豐 提出 明年可能會派出保守的股息 視乎 明年初 經濟的情況 以至 跟監管當局的溝通 之後的結果 如果是OK的話 明年可以派出保守的股息 換言之 今年 匯豐跌倒在這裏 就是跟他不派息有關的 如果明年 派回雖然保守一點 但是也算有 所以 整個氣氛 偏好一點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匯豐之大將 跟螞蟻 帶動的騰訊升落 升幅之後 整個大市有機會在 騰訊和匯豐的支撐之下 頂著美股的跌勢 不至於跌太多 所以恆生幾十日 雖然 跌 一度 穿過 100天線 以至 跌到50天線的水平 但是 整個形勢 未至於全談 只要後市 不穿右肩的 現在初步 仍然當頭肩低走勢 只要不穿右肩的低位 大概2萬4千1百點 向上的形勢 是仍然 沒有什麼 怎麼變 好了 整個市的形勢 是這樣的 現在就 看看 網友有什麼問題 可以和大家 一起分析一下 不同股份的技術走勢 騰訊剛才也說過 招量招搭 可以去到620多元 而且大行 的看法 有些比較進取 去到680元 有些就是650元 比較保守一點的650元 就是瑞順 更厲害的就是匯豐 680多元 這就是 騰訊的走勢 至於匯豐 具體一點 大家都關心 股價是怎麼走 現在一般 覺得34元 會有阻力 但是如果看技術走勢 比較大的阻力 就是這個位 尤其如果穿了100天線 100天線 是34.3 如果穿了34.3 這個100天線的阻力 是有條件 是挑戰這個前浪頂的阻力 這個說的是多少 是35.9 大約36元 換言之 還有兩三元的 升幅 潛在的上升空間 還有兩三元 所以大家留意著 第一關口 看穿不穿到34.3 100天線的阻力 穿了 可以上網 三十六元 這就是匯豐的情況 至於 有些朋友想看哪一隻 9988 之前也跟大家說過一遍 上星期 記得我跟大家分析的時候 怎麼說呢 9988 當然是 9988 上星期跟大家說的 是怎樣呢 這隻股份 走勢不錯的 中線來說 因為一直 保持著一浪高一浪走勢 但是 我說短線 就 上星期三講 短線因為超賣 短期累積升幅大 超賣 以至 RSI出現一個 頂背池的狀況 估計 短線會在高位整固 在300元前整固 所以今天跟著幾天 大致是這樣的狀況 今天 亦都是的 大部分時間 都是有些軟軟的 不過每次 反過來 現在乘著 螞蟻的 態勢 亦都應該相信 在這些位置裏 繼續整固 直至 螞蟻 要出來的情況好 才有機會 再次 出現突破 短期內維持 繼續整固的看法 300元前 左右會繼續整固 短線 只要不穿這個重要的底部 這個低位 向上的走勢 是不便的 有朋友又想說 另一隻新經濟股 也是的 大家最近都一直對新經濟股 比較有興趣 小米 小米就相對弱一點 看到走勢是怎樣的呢 這條什麼線呢 這條50天線 看到已經穿了50天線 自從這個高位 下來之後 試圖反彈 但是彈到前浪頂的阻力 就看到 穿不到下來 下來 當然 看好 會不會像不像 頭肩底的狀況呢 之前呢 小小像頭肩底的狀況 但是今天呢 你見到走勢就轉了下去了 已經 穿了這個低位支持 左肩的低位已經穿了 穿了50天線 所以現在的現水平 估計 繼續整固的可能性 是大 當然啦 他最重要的關口就是這個 頭部 暫時還當頭部 複式的頭肩底 還有可能性 畢竟 新經濟股仍然是大家的 忠情所在 現在只要他不穿這個 這個低位 20元 對落一點 只要不穿這個低位 仍然就當他 在複式頭肩底 正在走 短期會整固 但是中線 暫時 就未正式轉弱 在調整的狀況 就出了 繼續 就消化 短線 繼續消化一下 只要不穿這個 低位 就暫時 就當他 是複式頭肩底 換言之 向上的趨勢 就有機會 在調整之後再次出現 所以短期 就整固 中線 仍然 就向好一點 接著 又有朋友想說一下 388 說多兩隻 388 和 2628 388 就 失手了五十天線 自從逼近四百元之後 就反覆回軟 顯然就在進入整固的狀態 沒有他 港交所的估值 在全球交易所來說 都算是數一數二 所以估值 比較高 雖然 就不斷有 重磅的 中概股 來香港上市 今天就正式 剛才提了 現在又傳傳 抖音都會說來 當然 這是未證實的 有這樣的消息傳 好像 中概股 繼續湧來 但是 廣交所 就 之前充了四百元之後 就不再 給 這些利用消息再出 都不能夠 刺激 進一步向上 換言之 好像 400元的水平 已經差不多了 這些位置 就要再等 等到真正 有東西交出來 進一步好的消息 才能夠刺激再上 所以短期內 估計會繼續 整固 這個重要支持位 就是 這裏 350元左右 大家看著 就是這個位置 350元左右 因為 這個位置可以看成 頭肩底 頭肩頂的狀況 這個是 右肩 左肩 接下來是左肩 如果 350元左右 守得住 還是沒有問題 當是 高位的整固 因為同一時間 這樣劃成一個 橫行區 因為 這個橫行區 就是 350元左右 至400元左右 橫行區 只要不穿 350元 就仍然在 橫行區上落 但是如果穿了 就麻煩了 這個既是 跌穿橫行區的支持 亦都是 這個如果這樣拉上去 是一個頭肩 頂的狀況 亦都是頭痕的 所以大家 就要350元 這個位置 不穿 暫時 就沒有問題 仍然當它 消化了 升到400元 消化 股值就比較高 這個狀況 再看兩隻 26 2628 時間都比較 敏 但是有朋友 就再想 了解一下 股份 盡量多一隻 中人壽 中人壽 就 一般的 今天的走勢 跌4.4 都是有些頭痕痕的 穿了50天線 現在 100天線都 迫近微折 那麼 看到了 這個 自從高位 迫近22元 就反復 就向下 一直 就看到 高位 彈彈彈 一落 現在 這陣子 就好一點 之前一直是形成 一浪 低一浪走勢 彈 低點 彈上去 然後 一直彈不穿這個高點 一直維持下去 這個低點 就穿了這個低點 就維持一浪 低一浪走勢 近來 短線 就好一點 因為這個反復 向上組織 升勢 你也可以 劃成一個什麼呢 劃一個上升通道 都可以 上升通道 但是不夠 繼續形成上升通道 現在要小心一點 因為今天 穿了50天線 問題 好在 還未穿上升通道 所以大家要看著 上升通道的 支持 如果穿了 穿下去 特別是穿了這個低位 頭尺 扭轉 最近短線向一浪 高一浪的走勢 又繼續 再次 回復 中線的情況 中線 慢慢 整固的情況 重拾 所以大家 留意著兩個位 一個上升通道底部 就是18元左右 以至 18元穿多一點 前浪底的支持 大家留意著 這兩個重要的位 留意著 時間關係 講完 9618 算數了 因為 如果不是 監製 就是什麼 妨礙監製 其實京東 我之前 上個星期 跟大家說過 再說一次 上星期 怎麼說呢 高位下來了之後 但是 逼近前浪頂 就不可以下來了 再上去又下來了 所以 整固可能性大 說完之後 接下來這幾天 真的有整固的狀況 雖然恆生指數 不停地上去 但是 就出現整固的狀況 出來了 現在怎麼看呢 其實可以怎麼看呢 形成一個 要看著這個 小雙頂的項線 就可以作為一個 主要參考 因為 這裏 就是項線 為甚麼小雙頂在這裏 這是一個頂 以至另一個頂 出現小雙頂了 現在 次々的 特別是 為甚麼會有機會出現 這裏 迫近 重要的前浪頂 補完上色領口之後 就開始回落 再上去 亦都是 在這個位置受制下來 這個次々 一個小雙頂 顯示這個 這個水平 320元之上 就有一個 回吐壓力 形成整固 但是會不會真的 成為小雙頂 出現短線喘淡 就要看一下 看看這個 特別的頂線 怎麼走 其實你看 平均線 上升軌已經是穿了少少 可以這樣滑上去 已經穿了一條短期上升軌 拉上去 有少少轉弱的跡象 小雙頂形成的可能性是增加了 現在關鍵是怎樣呢 就是這個穿不穿小雙頂的頂線 如果穿了 就正式 開始整固了 所以大家留意著 小雙頂的 增處情況 當然向上 能不能夠突破這個 小雙頂的高位 就是這個關鍵 突破後 就可以化解 小雙頂的弱勢 就可以再次 挑戰這個高位 所以大家留意著 當然 剛才說了 因為穿了上升軌 向下可能性是大過向上 所以特別留意 就 往下 小雙頂的頂線 守不守得住 好了 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就 已經25分鐘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